这个小姐姐非常的好服务的挺到位 和我们讲的也挺精彼的 现在这个地方就是金山的小火车 我感觉有点像高铁 我们今天小哥哥包车了 这个人矫情嘛 矫情嘛 也不知道他看到狗帕还是什么 你看离我们格格老远 老远现在 格格不要踩他 不然是干得多 关注生活 让自己变得快乐 放弃指着天气就会变得不错 每次走过都是一次收获 还得生某次对的选择 过去的正让他过去吧 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幻华 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 只要记得你是你呀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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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撑在心中信念丝毫未见 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的相片 面前再多阵线不退却 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换取生活让自己变得快乐 放弃指着天气就会变得不同 每次走过都是一次收获 还得生某次对的选择 过去的正让他过去吧 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幻华 路在脚下其实并不杂 只要记得你是你呀 现在的无障碍越来越完善了 我还是挺幸运的我感觉 只要站台小哥哥看到类似于像我们这样子的情况 他们的工作人员会立马向前询问 需不需要帮助整个帮助法 或者直接引导我们陪同我们出站 路程很短但是服务真的相当的给力 谢谢这次经商的工作人员 不需要帮助你 追逐神明灵光灵身边的每个光 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得闪亮 其实你我他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要你愿为心我划出一道想象 冲荡的路上逼人经历很多风雨 相信自己中有属于你的圣局 别因为莫的难 听出你的脚步 坚持住我就会拥有属于你的蓝图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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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的火车站 小火车站 我开始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四个变 时间追不过是考验中的 心中心念是高危险 眼前这个少年还是对初的少年 眼前再多久 心里退远去 So never, never give up 我发现